你觉得谁的背影最好看,上面四个背影哪一个最稀 以你,你觉得哪个最好看,选一个来测测你何 90%的人都说准窝,选择好了吗,要揭晓答案哥 哪个才是你心目中的美女,选择好了吗,环球唱片提供,选择A的人 你的外在和内在反差很大,可静可动,可虚可识,所以常常让人摸不着头绪 你也有很强的第六感,可以注意到细节内可能会 发生的情况,是团体中不可缺少的灵魂角色者 在爱情中,你最重视的是两人的兴趣和感觉,你比较重视 自己的工作,欣赏和自己专业相同且能力突出的异性 对事物具有敏感性,心思单纯,不爱在成熟,简单不浮夸的人最适合和你厮守一生 选择B的人,你是个很有情感洞察力的人,好像能看透每个人 朋友有困惑时也会主动找你诉苦,由于善解人意,你也是个很好的聆听者以及情感开导者 在爱情上,你的表现总会显得有些笨拙,常在喜欢的人面前装成衣服很 坚强的样子,这样喜欢逞强的你,正需要一格开朗又成熟懂事的人 选择私的人,你注重质感与深度,享受人事物的细腻感受 你喜欢发掘生活中的每一个美好,甚至为别人创造美好,喜欢和身边的 人一起开心,乐于分享付出,随和又重义气,是一个值得深交的人 你认为一个人的品性很重要,那种对家庭有强烈的责任感的人对你最有吸引力 你是一个会愿意为了所爱去做任何事情与甘愿付出的 人,所以一个认真和意志坚定的人是你的最佳人选 选择低的人,你有着双重的性格,忽冷忽热,喜欢一个人沉静思考 也喜欢与大家同乐,这样的你有时候会让人猜不透你在想些什么 你能够专注在一件事情上,不管是生活上还是感情上,虽然有时做 风尚看似叛逆,但其实很能带给人安定感,不自觉让人感到信任 你是一个做事很认真的人,所以工作认真又努力的一性最能吸引你的视线 你又是一个很单纯的人,所以成熟稳重又不失幽默感觉的人最适合和你厮守一生 你会选择哪一款呢?上面的四款,平第一眼的感觉,你会选 哪一款礼服去参加晚宴呢?色色看别人眼里的你有多强势 百分之九十的人都说准窝,快来测测吧,在红毯上谁是那颗最闪亮的星呢? 全语,大 纪元合成,选择A的人,你是个温柔如水的女生,你的另一半会觉得你很沉稳舒服 但你的内心总有些孤独,不喜欢亲近他人,不爱广泛 交友,陌生人总会误以为你是一个冷落冰霜的人 选择B的人,选择这款礼服的人,你的感性中 戴着点端装,在朋友间往往是扮演大姐的角色 你对其他的人何事都很操心,因为害怕朋友会吃亏,所以总会挑明让人难以接受的事实,会让人觉得太 不过强势,不过是个很真诚的朋友,你的缺点就是容易心软,原则不够坚定,一有人求情就会原谅 选择私的人,选择这款玩礼服的人一般个性都相对比较 独立,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很有自己的想法和追求 要说缺点呢,这类女生太过于追求高质量的东西 导致有些强势,爱情方面桃花运不太旺盛 选择B的人,选择这款玩礼服的的人有一种让人无法抵挡的吸引力 大胆的表现自己的美也不会刻意地隐藏 自己的缺点,是难得的男女都喜欢的女生 只是你有时候有些太过依赖别人,做事情总是要有人陪着才行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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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